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二年 严禁领导干部嫖娼 第三年 严禁领导干部公款嫖娼 第四年 严禁领导干部公款集体嫖娼 第五年 严禁领导干部在工作时间公款集体嫖娼 第六年 严禁以嫖娼的名义报假仗 第七年 严禁以领导干部名义嫖娼 第八年 严禁发帖曝光领导干部嫖娼 第九年 严禁领导干部嫖宿幼女 第十年 严禁个屁 我把这些禽兽淹了算 歌舞团某演员 天天的烧高香 拜佛等着领导潜规则 某天终于就勾引上领导 娇滴滴的说 首长 人家早给你准备好了进口的套套啦 首长一听极为不欲 哪受得了这带套之苦啊 是吧 义正言辞的训斥 西方那一套不适合我们 好了 今天就来说一下 网上最近热炒的坦克猫事件 昨天这个坦克猫被人肉搜索出来以后 晒到了网上 这件事我是这么认为的 西方国家言论自由 只要你不是诽谤呢 谁都可以敞开心扉 你可以不喜欢 但是呢 你无权阻挡他发出自己的声音 可是这个坦克猫这个人呢 这次摊上事了 摊上大事了 主要是他用极其下流的语言 攻击了盲流子的家人 以及对这个物亭女士本人无底线的羞辱 我个人认为呢 他越过了江湖的这条底线 这条线是什么呢 这条线就是不能伤及人家的妻女 你们老爷们因为政治观点的不同 互骂找乐子 我觉得这个呢 都可以理解 但是呢 你们因为这些事 用这种下三难的语言 攻击一个和你毫无相干 甚至是从来不上推不上网的人 哎呀 这个事呢 我感觉是每个人都要唾弃的事 今天呢 所以我也郑重地告诉大家 不要以为呢 在网络的虚拟世界里就可以为所欲为 其实呢 还有一些人啊 不要以为你就不露脸 没有露过脸 人家就找不到你是吧 那是你想少了啊 大家可以肯定能把你给晒出来 能把你给揪出来啊 其实现在的世界呢 其实就是一个村落啊 有些底线啊 是绝对不能碰的 只要你越过这条红线 不管是哪个团队的人都会出来声讨你啊 让你为你的胡言乱语 恶语伤人付出代价 也希望那些坦克猫背后的金主啊 己所不欲 顾失于人 雇佣它帮你站台可以 既然你不愿意被别人攻击你的家人和子女 也希望你们看管好自己家的宠物 不要越雷迟一步 好 看过我上期节目的朋友呢 我相信对此次的李旺洋先生的雕塑捐款的事件的争议呢 都还有一个自己心目当中的一个判断啊 我想我从不怀疑唐柏乔给海外的华人和墙内的反对派人士捐过款这件事 但是呢 我要质疑他的事呢 是不是他选择性的捐款和是不是节流的捐款 同时呢 我还质疑一切募集捐款的人啊 在这里我也声明一下我所质疑的募集捐款的人呢 不包括那些自媒体打赏的啊 什么三块五块的这些都不包含啊 你挣的越多说明你越有本事啊 像人赵岩先生这样的啊 我不但不质疑还要双手的支持啊 我质疑的呢 有些人呢 是数十年如一日的骗捐啊 消费中国同胞的战斗情绪 瓦解海外侨胞的爱国热情 以此呢 来讨好某些组织啊 关于李旺阳素向捐款的问题呢 这几天有陆续呢 就出来了一些新的情况 我再给大家继续的汇报一下 首先呢 是莉莉先生出了个视频 后来呢 是蒋王正和曾鸿先生也出了视频 再有呢 就是唐柏乔先生 针对这次事件发了个推文 还有一个呢 就是易改先生 公布了一个征集李旺阳先生 雕塑捐款证据的邮箱 好的 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主题 李旺阳同向捐款的这1300元 争议的这个事件呢 我个人认为呢 很可能啊 是唐柏乔先生 这一生当中的一次滑铁炉 他可能呢 一生当中经历了 无数次的暴风骤雨啊 但是呢 因为这小小的1300美金 可能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 会在这么小的阴沟里翻了船 他遇到大麻烦了 再加上他的团队呢 对田庚先生疯狂的围攻 犯了很多的错误啊 造成了今天非常尴尬的 难以挽回的局面 因为田庚先生始终给唐柏乔先生呢 原来的时候留有回弦余地 但是呢 唐柏乔一而再 再而三的固执己见 不理不睬 所以呢 是这场大火越烧越猛 各路人马纷纷出来揭发 就成了今天不是你进去 就是我进去 不是你是狗 就是我是狗的场面 为什么这么说呢 让我们先来听听唐柏乔先生 怎么说的 举头伤是有神明 谁撒谎 谁刻意撒谎 那是谁要受天谴的 李万言跟我的关系 常安清能不到你来指手华乔 我很想知道玻璃 你从哪里得出了这一万多块钱 除了袁建兵的五千还有一万多块钱 因为我 据我所知道 只有一千多 骗捐是刑事重罪 你常安清裁决我这个骗捐 郭文贵裁决我这骗捐 我就算说 常安清你是法庭 你的法庭比中国政府法庭还大 你家里开的吗 郭文贵家里开的吗 这个骗捐这个是谁裁决的 有谁告我了吗 告都没告 都没有人去起诉我 没有人不要说刑法 民法都没有起诉我 民事法都没有起诉我 你怎么就给我定心了 我是骗捐呢 郭文贵还说了我二十八年在骗捐 骗捐活的 你们就是这一帮 你现在怎么变成跟郭文贵一样 一求之何讲话了 这两者必有一个是假 或者两者都是假 如果说必有一个假 他已经是撒谎了 就是叫穿帮 后来唐柏桥先生呢 就发了个推文 说的很简单 是这样说的 就当是喂狗了 不就是一千二百零二美元吗 我来出 然后我们继续募捐 直到有足够的经费 制作李旺洋雕像 捐款不足部分 我会补上 争取今年六月四日前 落成揭幕 说者呢 我想也不是无心 听者呢 就更不会无意 就当是喂狗了 是什么意思呢 我就要质问了 你的意思是 这钱就当喂狗了 对吗 是不是我们可以这么理解 就是说谁拿了这钱 谁就是狗 对不对 你要是拿了 你就是狗 田庚先生拿了 那田庚先生就是狗 对吗 既然主席发话了 我兔哥就认死理 在你们两个之间 我要找出这一条狗 我的视频呢 会一起接一起的做 直到找出来为止 别怪兔哥 拿你们出来消费 再说了 我们吃瓜群众关心的 不只是这一千三百美金 现在谁来出的问题 更关心的是你们的人品 海外华侨相信你们 同情你们 自己省吃俭用 帮助你们 你们拿着海外华侨的 民脂民膏 说没就没了 还拿出什么猫狗来调侃 你们真是把我们 视为猪狗吗 你们视我们的智商就为零吗 你们真的以为这二十八年里 不会让我们逮住一次吗 你们真以为我们不会赢一次吗 上次的一千三百美金 如果说不清楚 这次我看谁还敢出来 再来募捐 谁要敢来募捐 我首先打电话到美国 质问他为什么一个雕像 要捐款两次 上次的捐款 为什么不调查 若没有回复 我自己出钱 也要去美国举报你们 我就不相信你们这些骗子 老能得逞 好的 我们进入我们今天的另一个主题 首先呢 我们介绍一位嘉宾的视频 叫莉莉先生 身在荷兰的莉莉先生呢 是一位坚定的民主战士 由于他在2018年1月前呢 一直是唐柏乔先生 运用自媒体蝴蝶台的 常驻分析嘉宾 所以呢 莉莉先生啊 文质彬彬 文文尔雅的形象呢 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谈吐呢 和声悦色 分析事件呢 一针见血啊 浑身充满了正义感 我也是他的粉丝之一啊 但是呢 从唐柏乔先生 起诉耿和女士以后呢 莉莉先生的正义感 再次爆发 拍案而起 对唐柏乔先生 以及原来 同他经常一起做节目的 美猴王和东方来 开始了口诛笔伐 唐柏乔在 以前的录像里面 声明呢 说这个钱 不在他的控制之下 他没有 没有管过这个账户 然后说呢 第一次呢 他说是 陈 这个雕塑家陈维明 已经把这个钱 在他那边 陈维明 用文字否认 最近 又又 用做了视频来否认 我还是找到了 陈维明先生的 这份视频声明 让我们来插播一下 各位网友 大家好 现在 大家比较关心 李汪洋的事情啊 我也是很感谢大家 那么前段时间呢 我做了一个声明 有关李汪洋的事情 那么最近有反馈啊 有些网友认为 这个声明可能不是我写的 是有人假托我的名字写的 那么我先声明 这个声明首先是我写的 那么有关这个 李汪洋雕塑的事情 南龙去末嘛 还有就是有关 陈维明先生 他说是陈维明 那个开了一个账户 墨捐的钱要问我多少钱 那么首先我声明 我从来没有开过 有关李汪洋雕塑的账号 那么希望如果 谁有捐款到这边的人呢 跟我声明上讲一样 首先去像这个 要收回这个钱财 然后再要问 谁注册了这个 李汪洋雕塑基金的这个账号 那他肯定有名字 那么要向政府 向警察报案 因为有人通过这个账号呢 在诈骗 因为他没有真正的实施 去做李汪洋的雕塑 是吧 那么我对唐柏乔先生的 这种说法呢 是非常遗憾的 唐柏乔捐款 为李汪洋雕塑的事情 到目前为止 我是没有真正的 受到他的委托 受到他一分钱来制作这个雕塑 那么最近就是 瑞典的 瑞典的莫利 他希望我出来澄清 就是一个比较客观的 就是说这个雕塑 希望如果真的唐柏乔捐款 收到这笔钱呢 希望他拿出来 捐给 交给就是李汪洋的家属 我认为是这样的 我也呼吁唐柏乔先生 应该正式的回应一下大家 而不是说 可能那个账号是 陈文明收到了 这种不负责任的话呢 我认为是不太有利益 大家的团结的 是吧 那我也希望他们就要正式的出来 真的收到多少钱 你就告诉大家 是一万块钱 几千块钱 因为现在做雕塑 没有跟陈文明联系上 也没问题 是吧 这个东西 大家都是为民主在尽力嘛 并不需要太大的隐瞒嘛 如果这个钱 是在那边的话 钱多钱少都不是问题 陈文明要做雕塑 哪怕完全我自己出资 出力来做 都没有问题 如果收到一块钱也是钱 一千块钱也是钱 你向公众交代 然后把这个钱 交给李王源的家属 怎么处理 由他们来处理 是不是 我认为这是对公众 最好的一个交代 谢谢大家对这个事情的关心 我是陈文明 所以说 唐柏乔首先 讲的这一个 在陈文明那边这笔钱 本身就是不符合事实的 我们先不说他是不是撒谎的问题 这已经证明了 这第一次 然后呢 他这个被反驳了之后呢 他就说这个钱呢 这笔捐款呢 他首先他说是 他手一开始说的是 他没有掌握过任何捐款账号 后来被朋友指证 被熟悉情况的朋友指证 说你明明 我帮你亲手 帮你注册了这个网络的这个捐款账号 在你的面前 是完全是你控制的 你怎么能够对外面说这个没有呢 这个唐片呢 就很生气 就说 别人来攻击我的时候 你在哪里 别人来攻击我的时候 为什么你现在我出了点 说错了一点什么 你就来攻击我 他说呢 唐柏乔其他事情不了解 最不能原谅的是李旺扬死的那么惨烈 作为湖南同乡 居然在李旺扬塑像的捐款上动手脚 唐柏乔当时真的是穷疯了 然后呢 这个因为这条推文 因为这条推文 这个美猴王啊 东方来啊 还有这一系列的这些唐狗 就攻击他说 包括唐片 唐片也有一篇 也有一个推文的 唐片是怎么说的呢 他并不简单的说 这个因为真相几乎就是一句话 这个钱我有没有哪 还在不在你的这个账户上 他为什么这么说 他要联系 你说很谨慎 你要确认一下 那你自己的记忆中间呢 你不是做视频的时候 你也没跟别人确认 就已经做了事 做了直播的录像 在说这件事情了 你现在为什么要来确认呢 那么当时你说 因为有田克先生 这样对他的这样的一种指责也好 或者说这种一面之词也好 那以前不也是有吗 那些人指责你骗捐的 不也是这样吗 你为什么不跟别人确认一下呢 你为什么不去还原真相呢 为什么你单方面要做这个录像 直播呢 你现在为什么不录像直播了呢 为什么呢 他感到了一种威胁 真相的威胁 唐片你的那些狗屁直播录像 就是我说的螺圈屁 不停的转移话题 啰啰嗦嗦 讲了半天什么内容都没有 讲最后没有结论 我上次就去说过了 这个过程是这样的 唐片做视频说 这个钱还在田根的账户 控制的账户上 田根做回应说 不 你已经提款拿走了 这时候应该说 然后田根说 这时候求救就在唐柏桥这边 意思就是你应该做个回应 你如果说不 还是坚持原来那个说法 那田根先生有相应的应对的措施 你要说是 是我弄错了 那田根先生有不同的应对措施 所以田根先生的回应反应 是要基于你唐片的 对这个田根的说法的一种回应的方式 内容来做回应的 对不对 丽丽先生自从开始揭发唐柏桥先生后 整个的唐柏桥团队 就对丽丽先生展开了疯狂的人身攻击 骂的 他真是太难听了 十分的难听 但是丽丽先生真是大降风度 都是坦然处置 让我不由的又增加了对他几分的敬意 下一位登场的 是唐柏桥先生曾经的铁粉 在去年民主大会时 给唐柏桥先生捐助了两万美金的蒋望郑先生 对于他的故事 网上有很多 有的说他是真革命 有的说他就是个骗子 但是有一点我可以肯定 他这个人呢 非常聪明 而且呢还经常的搞预测 好像预测的还都挺准 讲往这里告 告在哪里呢 很多事情都有先端性 包括李旺阳这个塑像这个时候 我那个时候香港账户还没冻结 我说了你们不要闹了 不就一两万美金的事呢 我出钱捐 包括这个爆料大家坛的这个时候 这个他也提到了 这个是那个唐柏桥看家护院的 看家护院 当然我用 我对那个唐柏桥的那这些看家护院的人呢 比较客气 用三百斯巴达克勇士来行 曾经也扑上来过 扑上来呢 扑上来呢 这一份东西 这份东西我现在是在房间里放着的 这份东西就直接闭嘴 这个呢 可能也是这个唐柏桥先生的 也是一个痛处 痛处 说到蒋先生手里拿的这张纸呢 就让我们来看到了这个 蒋万诺先生的聪明和他的睿智 有一期视频的蒋万诺先生 专门讲到了这张纸是干什么的 为什么他能对唐柏桥敢这么说话呢 就是因为小蒋先生是个 懂法的人 他的捐款呢 走了正规的法律手续 对捐款人的款项的实用情况 有着严苛的明确约定的成分 并且呢 他专门找到了西方认可的公司 做了公证 兄弟们看到了 这才叫智慧 同时呢 我也认为 所有的捐款呢 都应该像这样 走这样的正义的程序 这样呢 我想就将来的骗子 就会越来越少 兔哥呢 也就快十一了是吧 当然了 我呢 只要他反共啊 我是不会拿这个事说事的 我绝对不拿这个说事 但你要咬我 我一定就拿拿这个东西亮相 有三大点可以打 而且这个呢 是打得他哇哇叫的 要 这个大家一听就行了 我是警告唐狗 不不不 我是警告那个唐百强 那个三百斯巴达克的那个游戏 不要往我来 往我来呢 你们不是对手 为什么呢 你的那些污蔑诽谤 共狗已经弄过了 共产党我都不怕 我还怕你们 是不是 这个东西呢 丽丽有点上气 丽丽呢 是武兹民国派 这个是一个原因 那么第二个呢 他现在呢 肯定跟 耿和 跟耿和的那个关系 比较密切 这呢 也可能导致 他打唐的第二个原因 当然 这个唐百强的 在经济上不敏感 这是他最主要打唐的原因 就是从我的观点上来说 唐百强呢 他的问题是有的 什么问题呢 经济不够敏感 格局不够大 像那个李光良 这个雕塑款 我看了田庚的直播 我也看了曾宏 还看了一系列人 我刚刚就是 全部一基本的 把他给弄过去 看了一下 我也看了那个美猴王 看了东方来 因为你是我很尊重的人 我说实话 我现在跟东方来 跟美猴王 基本都没有联系 你的 他们的推文 什么YouTube 什么 我都不看 我现在唯一看的就是 你丽丽的一些东西 那么呢 唐百强呢 在经济上 确实都不敏感 李旺洋的事呢 我都觉得 那七万美金的事 高智慎的那个事 七万美金 我是觉得 绝对不可能有的 绝对不可能有的 那个李旺洋的这个事呢 我倒是觉得 当然啊 我自己的一种判断啊 就是 李旺洋受伤这个事呢 我觉得 唐百强现在是 闭嘴为好 因为呢 他第一个 前面辩解 就有了很大的问题 就有了很大的问题 一开始说 这个钱在 陈维明呢 陈维明呢 也是杭州人 也是杭州人 包括有好几个杭州人呢 对这个 唐百强呢 都是 一提到 就是摇头的 陈维明 其中一个 陈维明的这个事 我觉得 唐百强肯定是 有一些不足的 或者是 唐百强的一些 协助的人员 有不足 协助的人员 有不足 然后呢 后来呢 又说到田庚上 现在田庚再出来说呢 你哪怕是美猴王 东方来 再说这些事 都是不同 都不同 不说为妙 个人 这是个人 我讲网上个人看法 仅代表我个人 我没有说 唐百强骗捐 我是觉得 他这里面 一个问题 有些麻烦 有些复杂 我呢 也不方便来说 说什么 越解释越难 你不要觉得 三百斯巴达克 勇士 可以跟那个 反唐联盟 搞这些东西 你搞这些事情 其实是 影响一些自己的事 你去看看 当初你跟郭文贵 是亲密战友时候的 自己的状态 你再看看 这几天你直播的状态 直播的状态 你看看自己老了多少 你这一年仗打下来 你打赢了什么东西 你没什么东西打赢 我告诉你 伤敌一千 自伤八百 杀敌一千 要自伤八百 你这个核心的这个事 你放在哪里 唐百强骗呢 现在填根这个东西 其实有些东西 撕下去解决 你呢 现在就是个人恩怨 树敌太多 你如果希望唐百强 要来救你一把 帮你一把 千万不要 搞一起 曾宏说过 住过唐百强家里的人 都跟唐百强出不来 什么原因 细节 细节决定命运 唐百强的败 败在哪里 就是细节上 就是细节上 不知道大家呢 听明白没有 其实呢 我理解了 蒋王正先生的意思 他的意思呢 就是唐百强这个人呢 心胸太狭窄 经常在钱上出问题 这次呢 好像更严重 他给唐百强先生的主意呢 就是 以不变 应万变 哪怕皇帝找上门 千万别吭声 用静默去等待 此波指责的烟消云散 哎呀 同时呢 我也谢谢蒋先生 也给我指出了方向 那这次的事呢 我就一定呢 揪住不放 只要没有结果 谁沉默都没用 我不但此事不放 回头就开始揭露 假学历造假问题 哈哈哈哈 嗯 我想起来就想笑啊 好的 第三位出场呢 就是唐百强先生 喊了恩年要告的人啊 唐百强先生 曾经的战友 说唐百强骗了他 三万美金的挺过人士 曾鸿先生 曾鸿先生自从重出江湖以来呢 褒贬不一啊 有人说他是骗 有人说他有爱心啊 我也没见过曾鸿 呃 他骗没骗别人 我真的不知道 但是呢 他被唐百强骗了这件事 我认为是真的 为什么呢 基于两个原因 其一呢 他拿着证据去找过官柜团队 有大律师看过证据 呃 我分析呢 可能是由于当时收款人士 唐百强先生的 前夫人的账户 所以呢 可能郭文贵的律师团队呢 觉得对于正面起诉 唐百强证据不是太充分 可能放弃了 呃 大家听明白没有 只因为曾鸿先生 给唐百强先生的钱汇款 是汇到了唐百强先生的 呃 前太太 这个账户的名上 所以呢 这三万美金呢 现在起诉啊 都成问题了 懂不懂呢 哎 再次呢 我再次严正的声明啊 提醒大家 只要是募捐的 什么用自己太太名字捐款的 什么用不相干组织名字捐款的 什么想方设法 让你给现金的啊 百分之百全部是骗子 记住了吗 唐百强先生很多次捐款 就是公布的 是他太太的名字 大家听明白什么意思了吗 嗯 就是将来 你想告他都难 明白没有 看过兔哥的视频呢 不一定让你呢 就能长命百岁啊 呃 但是呢 一定会让你呢 少受骗 最近的一个女网友 就给我发了这样一段话啊 哎呀 让我高兴的好几天都睡不着觉 太高兴了啊 呃 这段话呢 是这样说的 看了你在赖利时视频中 回答关于替唐先生保管李望阳同项捐款事后 后来通过第三人带现金给回了唐 你说的非常的清晰 我相信您说的人正的实话 谢谢你这次让我认清了唐 以前呢 一直听人骂他唐骗 我一直不愿意相信这是真的 呃 因为我去年四月开始听唐的直播 并经常感动的要捐款 但因不知账号而作罢 幸运啊我 太温馨了是吧 看到没有 人民群众的眼睛啊 永远都是血亮的啊 兔哥呢 不光是会搞笑 兔哥呢 还是个单纯的人 是个对社会有益的人 是个让骗子咬牙切齿 虽然有点丑 但很温柔 也很有正义感的善良的人 我相信呢 只要大家支持我 订阅我 只要兔哥在这里多待一天 骗子就会少一笔收入 好人就会减少一次被骗的机会 兔哥要是能在这里待上一年 很多的假民运 真骗子就会被兔哥翻出来 置他们于阳光之下 好继续说 曾鸿先生被骗是真的的第二个原因呢 那就是曾鸿呢 我认为啊 是在网上揭露唐柏桥最狠 骂的最狠 时间最长的一个 但是呢 唐柏桥先生呢 不但没有起诉他 还老是躲着曾鸿先生 要说唐柏桥先生最该起诉的 就应该是曾鸿 曾鸿对唐柏桥的谩骂和打击 可能是高智胜妻子 耿和的一万倍以上 以唐主席的性格 早就恨他恨到骨头里 梦里都想掐死他的地步 可是呢 为什么就不见 唐柏桥先生对曾鸿先生的告票呢 并且唐柏桥先生 很多次都扬言要告曾鸿 就是不起诉 所以呢我认为 曾鸿先生说唐柏桥 骗他近三万美金这件事 我认为是真的 对曾鸿的其他事情呢 我也不是太了解 不敢妄加评论 我始终坚守我的底线 我不管你是挺锅还是杂锅 还是你是任何一个民运党派 到目前为止 我还不属于任何一个党派 我只针对事 不针对任何一个人 只要是揭露骗子的 都是我的朋友 这也是网上给我转推的朋友 哪个团队的人都有的原因 找出事实真相 让吃瓜群众少受骗 不受骗 是我节目存在的意义 是为知己者死 女为悦己者容 兔哥不是圣人 我一定会在某个时候呢 公开宣布 我将支持哪个党派或组织 或者呢 某个组织 要是喜欢兔哥的主持 和节目风格的话 可以直接联系兔哥 兔哥也会全职 去投入到该组织 去追求我心中的民主 自由和法治 也或许呢 兔哥找到了其他的工作 或者投资了其他项目 从此呢 就隐匿江湖 不问世事 这是我的一个小聪明 一个小秘密 希望大家谅解 好的 现在就让我们听听 曾鸿先生最近发布的视频 私人 田丹先生 多年以来 给他的资助 不超过五千美金 但是具体他记不住 没有任何收据 你需要三百五百 我就说像另一个编和强 编和强也是这样 编和强也是被唐木桥骂得 狗血淋头 唐木桥你真的要遭报应的 你会遭报应的 上天要报应你的 这么样对你的爱护 你的田丹 不讲没有人帮老实人说话 现在唐木桥就带着一帮恶犬 美猴王啊 那些垃圾 一些恶犬 围绞 围攻一个老实人 他自己夸上天的一个 唐木桥不敢 就今天给了他钱 就昨天给了他钱 今天反悔了 请他拿回来 什么事都没做 不对 这就是田丹的朋友 所以田丹介绍了 七个到八个朋友 给他办身份 每人收到一到两千 定金 一个都没办 讲课都没讲 啥都没有 搞得田丹在老乡面前灰头土脸 你说你这样 唐木桥你是人吗 唐木桥呢 骗了可能几千块钱 肯定不止一千三 因为还有那个网上账户 还有支票 前两天爆出一个 2012年7月 有个台湾的女士要捐两万台币 大家在台湾的朋友懂得 两万台币大概等于多少美金 说的 我今年有钱了 连收入二十万 我老婆收入 连收入二十万 我又收了大量的现金 政治现金 收了大量的捐款 我要杀很粗 我要告五十个人 我要索配六千 我要索配到处怎么样 我重新建一个 给我脸上贴金 我打击田根 打击曾宏 我告曾宏 告田根 告郭文贵 我到处都告 谁说我告谁 六百七十美金 那也是一笔不小的钱 对不对 六百七十人民币 两万美金等于六百 两万台币等于六百七十人民币 那才一百美金 不会吧 那么便宜 我不懂 我没去过台湾 没感觉 你唯一的喜削自己 罪恶的方法 唐不桥 你就是承认你干的坏事 承认你确实 手紧 拿陈维明先生 收定金的名 从田根地里拿走了一千山 从别的渠道拿走了五百两百几百 多少 不多 不应该拿李旺扬 喝他的血 你今天就建一个十万美金的铜像 也不能抵消你的罪恶 你真正只需要站下来鞠躬道歉谢罪 李旺扬同样上 我在这个问题上 我唐不桥不诚实 三个人的视频 大家都听完了 我想大家心中都有了各自的答案 另外呢 一改先生呢 就怀疑唐柏桥当时的雕塑捐款呢 不会是仅仅的就这四笔 他就公开了一个征集捐款证据的邮箱 我给这个邮箱呢 转推的推文如下 您给李旺扬先生塑像的每分捐款都是海外华人正义的呐喊 如果您肺腑的呐喊声被贪污被截留 请您拿出您捐款时的勇气 站起来揭露那些吃英雄人血馒头的人 谢谢 最后呢 我也郑重向骗子们呼吁 古代打把式卖艺的年代 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现代高科技的网络 您说的每一句话 每一个字都将会成为您的呈堂证供 您在网络上为了吸粉 为了骗钱 口若悬河 谎话连篇 前后不一 驴唇不对马嘴 一会儿把一个人捧上天 一会儿把他踩入地狱 我会把这样的人的嘴脸 一个一个活灵活现的当成段子 呈现在所有人的面前 除非你公开向大家道歉 人代会呢 领导说 我们这届人代会呢 是最民主的人代会 大家都可以畅所欲言 现在呢 有谁要发言 一个村长站起来就向领导抱怨 说中央首长找女人叫保健医生 省领导找女人叫秘书 市领导找女人叫情妇 县领导找女人叫相好 相好找女人叫二奶 凭啥 我们村长找的女人就叫破血 公安部长的情人呢 是位女警 刚给领导生完孩子以后 为了提拔他就安排了给一个群众的婴儿喂奶 然后呢 就报纸上电视上狂吹一通 后来就被提拔为了公安局的副政委 哎呦 众多女警都不干嘛 就跑到北京去告欲状去了 这家伙到那就说 局里的领导吃我们的奶都吃了好几年了 吃得我们老公回去都闻到酒味 咋还没提拔我们呢 这是凭什么呢 你们这就是潜规则 太不公平了 哎呀 这个组织部长就说了 小鬼呀 第一 这个奶呢 虽然是一样 但是呢 这个人家的奶里是有奶水的 你们的有吗 这个 第二呢 小孩呢 吃奶呢 都是主食 大人吃奶都是零食 那小鬼能一样吗 这个最主要的呀 这是第三点啊 人家喂奶的时候 人民群众都看见的咧 还上了电视的 你们给领导喂奶 谁看见了 谢谢大家观看本期的中国吐口秀 希望大家多多的订阅 我们下期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